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冷风科技去谈 农耕时非常辛苦的 古时候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每日耕作只为了维持生计上交繁重的赋税 如今农村的生活虽然比之前好了很多 但是许多地方仍然饱受贫穷的困扰 发展十分不平衡 农民的辛苦还是没有减少 有些人还是改变不了的命运 日日耕种生生不息 铁锹是耕种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器具 人们通常用它来除地翻土挖坑等 但是使用它却很耗费体力 来自保加利亚的一位农村的大叔 就发明了一种新型铁锹非常审理 仔细一看 它的外观和传统铁锹有些不同 是有一个自行车的车把和一个铁棍 一个铁锹片组成的 将铁锹片插在铁棍上 铁锹的头是尖尖的将它插在土地里 为其后的铁锹片开出裂缝 铲土就很容易了 而自行车把式利用杠杆原理 只要轻松的一转就能把土翻开了 这种铁锹不仅使用起来很轻松补费力 还提高了工作效率 别说是上年纪的老人 就算是十几岁的孩子也能胜任 以传统的方式效率提高了超过六倍 五元钱就能自制一把这样的小器具 欢迎在下方点赞评论并分享 我是木桶 下期不见不散哦